自从罗金和唐嫣结婚之后 这对小两口啊 一直低调地过着有滋有味的日子 在唐嫣生下女儿之后呢 罗金更是化身成丑女狂魔 在女儿刚出生的时候 罗金一直抱着不敢睡觉呢 虽然照顾起女儿来略显笨拙 但这样的态度 却得到了唐嫣非常大的赞赏 但是我觉得挺好的 没有地方可以提升了吗都 不是不是 因为我们都是新手 我们都是新手 就是所以都没有经验 都是在学习 从产房出来之后 我就只能躺着 什么都不能动嘛 小孩就是他一个人来管 前一二天的这种晚上 爸爸抱着宝宝 然后完全不敢睡 就是这么看着他 就这样看着他 说起这个爱情结晶 罗金和唐嫣各是满脸的幸福 但我们常常说 一个家庭里总有一个白脸 一个黑脸 没想到的是 在这个小家庭里 更加严格的会是罗静吧 看起来虽然一脸老实 对女儿也非常宠溺 但是在某些事情上 却绝不溺爱 唐嫣爆料 原以为自己是个严格的妈妈 结果现在和罗静的地位 完全反过来了 罗静和女儿的相处 更像是朋友一样 保持着同真同趣 罗静却给不到一岁的女儿 立下了非常多的规矩 唐嫣看到了都觉得哭笑不得 在从罗静和唐嫣公布恋心以来 这对金童玉女就被无数人看好 收获了满满的祝福 同框的一些举动也非常友爱 可以感受到罗静对唐嫣 满满的疼惜和恋爱 虽然罗静在游乐圈中没有什么名气 资源也没有唐嫣多 但就是这样微不足道的细节 才打动了唐嫣的芳心 不管是官宣恋情还是结婚以后 罗静和唐嫣都非常低调的享受个人滋味 从来不高调秀恩爱 这是因为太过低调了 还曾有一段时间被外界传言 两个人一起分手 结果罗静和唐嫣非但没有出来否认 反而直接官宣结婚的消息 给了许多人中榜一截 这样踏踏实实的感情 反而更让人羡慕 善良单纯的唐嫣 在经历渣男背叛女后 终于碰到了身世可靠的罗静 在结婚生下了女儿之后 虽然唐嫣和罗静 依旧保持自己的演员视野 但他们却尽量的把重心 都放在了家庭上 即使拍戏也不会选择太远的地方 这样也可以在收工之后 立刻回家陪伴女儿 作为一家之主 罗静自然是外界奔波最多的那个 一部安家让无数观众 都认识到了这个实力派演员 他的事业和名气 也因此更上一层楼 孙丽标戏也丝毫不怯场 虽然在戏里面两个人是欢喜冤家 但是在戏外却是非常好的朋友 孙丽曾问罗静 和唐嫣结婚的时候 为什么不请我 结果罗静脑子真的非常快 说如果邀请了你 大家的目光都会在你身上 哪里还会注意到我老婆唐嫣呢 一番话说的孙丽 是心滑怒放 真是极致幽默 难怪罗静能够在娱乐圈 待这么久都不被淘汰 恐怕靠的就是这种高群伤吧 而孙丽呢也大赞罗静是个好男人 因为曾在某一天 孙丽和罗静聊起包包的话题 结果罗静对包包的认识 比孙丽还要熟练 这恐怕是和唐嫣在一起之后 被锻炼出来的技能吧 我觉得她跟上海女孩接触 没有问题啊 一点问题都没有 要知道罗静的妻子唐嫣 就是个地地道道的上海姑娘 孙丽一语道破 罗静还有点不好意思呢 她绝对是个好男人 一定的 不要跟我提这样的标签 真的真的真的特别好 我就从一个细节上来讲啊 在戏里 她的老婆是卖包的 有一天呢 我们就聊起包 哇 她对包的认识啊 就是 我觉得比我还熟 你说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罗静和唐嫣在一幕上 扮演了无数次的情侣 最后呢 也如大家所愿 由一幕情侣发展为现实夫妻 婚后 唐嫣依旧被宠成了一个 无忧无虑的小公主 而罗静则是保护自己妻子的歧视 虽然她们已经尽可能的低调了 但是不经意显露出来的细节 却足以羡慕许多人 即使不同框和铁 也能够让大家感受到 甜蜜幸福的气息 发自内心的幸福往往不言而语 比起那些秀恩爱的情侣夫妻 罗静和唐嫣 无疑是清流中的清流 让我们看到了爱情最美好的姿态 她们的日子越过越美满 也希望她们能够再次合体 为大家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吧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咱们下期再见吧